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一位免费 星期五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晚间新闻 转看中港台方面 香港浸会医院妇产科 再发生医疗事故 一名婴儿月初 在医院出生的时候 跌落地下 但浸会医院 没有即时向卫生署情报 原方解释 是因为婴儿没有严重受伤 否认黑二人 而政府就认为是严重事故 应该及早通报 事件发生在这个月4日 一名产妇在浸会医院自然分娩 一名在浸会医院挂单的医生 在两名助产事协助之下接生 当婴儿离开母体的时候 突然间跌落地 又持压受伤 治疗之后确定伤势不严重 10日之后出院 事发之后 浸会医院迟迟没有公布事件 直至有传媒揭发 致向卫生署情报 被批评隐瞒 但愿方否认 解释母即时情报 是因为婴儿没有严重受伤 我们是根据我们和卫生署 一直既有的一个机制 和一些那几项 是需要属于严重医疗事故 是需要即时24小时之内 是要上报 那个制度和那个表 我们是跟着来做的 我们都即时邀请了一些专家 是看过婴儿 他们的专业的意见 就是说这个根本没什么严重的损伤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英岳就表示 指引没有列明 婴儿跌落地下需要情报 但愿方仍然应该及早通报 而卫生署就提醒浸会医院 任何严重事故 必须在24小时之内 向卫生署情报 对于这件事 有负产科医生表示很罕见 因为要避免同类事故 负责接生的医生和产妇 必须要有足够的沟通 几百名香港市民包括孕妇游行 反对内地孕妇到香港生BB 令公立医院的床位 以及产件服务不足 要求当局考虑修例 不容许内地孕妇 向香港生的BB有居港权 几百名市民包括不少孕妇 向湾仔收盾球场集会 反对内地孕妇到香港生仔 有孕妇指 因为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 影响本地孕妇的产前检查服务 更加担心分娩的时候会受影响 部分公立医院明年节龙 但有孕妇认为并不足够 要求当局向边境加强把关 游行人士之后出发 沿途高叫口号 他们要求政府口虑 不发出世纸给内地孕妇 在香港生的BB 以及修例 令这些BB不可以取得她的港权 参与游行的包括不少孕妇 坚持行到中央政府总部 游行人士抵捕之后再集会 主办单位期望 政府会正视他们的诉求 他们会考虑是不是采取其他行动 他们递交请完讯之后和平散去 主办单位表示 有1000人参加游行 警方表示 向湾仔出发的时候大约有600人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表示 政府的政策是优先照顾本地孕妇 针对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子的问题 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 除了受到内地孕妇到香港 生BB的影响之外 香港部分地区 也缺乏父产服务 不少人妇要长途不舍 去区外分娩 将军澳是其中一个例子 过去10年 区内人口急增超过两倍 有团体促证香港医管局 尽快在将军澳医院设立妇产科 找了近12年的将军澳医院 至今仍未有产房 区内只有一间母婴健康院 不少区内的人妇 要长途拔舍到蓝田健康院 做产前检查 由于将军澳医院现时 还未提供妇产科传科服务 将军澳区的居民 如果要分娩 最紧要到观塘的联合医院 由妇女团体指 每年在联合医院出生的婴儿 四分之一是将军澳居民所生 将军澳区的孕妇 最少以20分钟 只能去到联合医院 安排不理想 对于大人和将要出生的婴儿 都会很危险 港府当年兴建将军澳医院 应付新市镇发展 但区内人口在17年内 增加两倍多 对妇产服务需求因切 香港医管局在三年前 自决定翻身和旷建将军澳医院 增设附产科 最快2013年年底完成 两个热门特首参选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 继续与各界交流 其中梁振英与公务员对话 认为社会累积怨气 令公务员成为出气袋 但政府问责团体 应该力撑公务员 而唐英年表示 支持小班教学 又认为政府有能力 推行15年免费教育 梁振英在华园会的座谈会上 赞扬公务员多年来都是优秀 尽忠职守 以及专业的团队 亦是政府的重要伙伴 但文远日深 致令公务员成为宣洩对象 他提出两大方向解决问题 大环境是 促进经济较快稳定增长 增加向上流动机会 减少社会对政府不信任情绪 另一方面 政府和公务员 要建立稳定长远的商向交通 政府问责团队 包括行政长官 也要有勇气承担政治责任 至于唐英年就在教协的论坛 展述对教育的理念 认为近年香港出生率下降 有必要推行小班教学 对于社会上有不少声音 要求政府推行15年免费教育 唐英年也认为不信问题 也有教师质问唐英年 近期佛山女和小月月 被车展过都没有人救 显示内地部分国民质素差 是不是应该继续在香港 推行国民教育 唐英年认为 这次悲剧是个别事件 而六四事件是不是应该 立入课程 即交由业界决定 在香港有工会团体发起游行 反对外傭获得居港权 他们担心外傭一旦成为 永久居民 会影响本地工人就业 工联会和十几个工会代表 由湾仔修盾球场出发 游行至天马南新政府总部 沿途高叫口号 他们担心外傭定居香港 会令港人就业更加困难 警方需要封锁 牵尼斯道三条行车线 给游行人士使用 途经金钟的时候 遇上一批外傭 他们表示 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够拥有居港权 对五都达新政府总部 递交请愿讯之后离开 工联会指超过一千五百人参与游行 另外 也有新界团体到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讯 支持政府就外傭居港权上诉到底 首批登记领取港府派发六千元的市民 最快会在这个月底收到这笔钱 这批市民主要是长者 究竟他们怎样利用这六千元呢 年过六十岁的Maria 即将会拿到港府派发的六千元 紧贴潮流的她 六千元未到手 已经花了大约一半 向一个数码水彩班学习 买了一个软件和售卸板 至于剩下的钱 Maria决定到手之后 会再用来购买科技产品 其实 除了可以和他们一样 利用这六千元增值自己之外 有调查发现 大部分长者 都会利用这六千元购买食物 或者把它存起来 如果长者暂时没有需要花这笔钱 又想透过投资 令这笔钱保值 有理财顾问建议 长者可以考虑购买一些投资风险较低的产品 例如房地产信托基金 或者债券基金等等 又提醒长者投资的目标是对矿通胀 千万麻木追求高回报 访港旅客不断增加 预计2015年会增至5800万人次 有港商看准商机 将空置的工业大厦改建成酒店 不过有学者认为 香港的酒店仍然不足够 而内地考虑到香港的承受能力 相信暂时不会扩大腰港个人油 油塘工厂大厦临立 不少都望到维港海景 这里将会进行大变身 其中一间工厂大厦 会建成一间以内地商务客为主的酒店 投资一间酒店 买地年兴建就要十几亿元 业主计划用七亿元来改建 比兴建一间新酒店少一半 投资风险亦比较低 一间酒店只提供几百间房 但是否能够应付需求 研究旅游的学者指 香港酒店旺季入住率近九成 比其他地区高出一成半 预计至到2015年 会有5800人次旅客到港 但现时只有6万多间酒店房 预计要增加多7000间 即是要再建多40间酒店才足够 而目前内地腰港个人油城市 达到49个 近几年不再扩大 是考虑到香港的承受能力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有趣闻和天气消息 把握大多地区都市脉搏 古多华人聚焦热点故事 对加拿大的需要来讲 它也要往东走 因为现在这些国家 哪个地方的国家都要往东看 要往东走 亚洲是最有前景的一个地区 多伦多华商会还认为 加拿大一直是捕杀业发达的国家之一 捕杀完全合法 大多故事每天下午 Live by Five 与您相约 嘉宾访谈 城中大事 新闻速递 天气交通 事无大小 与您分享 国粤语主持 陪您活在五点 星期一至五 黄昏五点正播出 营造隆重的气派 需要细节的注重 由大型礼堂布置到餐桌用品 一一精心安排 配合大量的免费车位 加进二十四小时的保安服务 先可以清得常宴会的首选地方 欢乐喜庆 尽在龙腾金角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晚间新闻 今天一场由五千多人参加的 盛大海滩早餐嘉联华活动 享识尼著名的邦迪海滩举行 海滩的美景和美美佳鸥 令到在座的每一位参加者都非常陶醉 今早一早报名参加 今次早餐嘉联华活动的人 都逼不及待感 来到澳洲著名的邦迪海滩 首先铺块布在地上 之后拿出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早餐 和家人和朋友 一边欣赏海景 一边享用早餐 原本直定的海滩 开始充满欢声笑语 岸边的舞台上 盛大的交响乐团演奏世界名曲 令海浪声和乐曲融为一体 虽然天气不是太好 看不到海上日出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参加者互相分享自己精心准备的早餐 迎接新的一天 五色尼的邦迪海滩早餐加年华活动 由当地的州政府举行 五色尼每年的10月份 都会举行类似的大型早餐活动 这个都是属于今年 适离国际美食节其中的一环 ROW TV 雷战日报到 接着看看多人多的天气 现时室外气温13度多云 吹每小时17公里的南风 今晚最低会跌至9度 再看看多人多的未来五日的天气预测 今天的晚间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各位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